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他们中间将选拔出两名选手进行一场轻极枪和全能枪王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进行轻极枪比赛 戈末 轻极枪速赛 目标三个新闻马 比赛将要使用的轻极枪全称叫做95式5.8毫米搬用轻极枪 这把枪与95式自动步枪合成搬用枪组 是装备到每个搬的轻极器 95式轻极枪采用无脱式结构可以单发也可以连发射击 装备使用以来经过大量的实弹测试证明 国产95式5.8毫米搬用轻极枪具有射击步高 重量轻 后作略小 人机功效好等特点 对于轻极枪设计成绩的考核 航与并不注重精准步 由于轻极枪火力压制的作战特点 几十发子弹联系发 射手无法控制每一发子弹的精度 所以 只要看射弹散步的虚拱 在可控范围内就算是一个好成绩了 我在意的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弹是打完以后 我不用看板 我就知道我这个弹打哪个方向去了 是不是打到我预想的方向去了 我想让它打哪个方向 哪个方向 不在于弹 是不是打中射环 这并不重要 如果考察精准度的话 轻极枪速射的确有点难 一旦开始射击 轻极枪的枪身不断跳动 掌握不好的话 子弹就打不上把 所以 在进行射击项目全能大比拼之前 航举让李海融和良上师弟 先进行一场轻极枪的抵试 看看他们俩谁的控制力更好 杨上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设计三等目标 每个目标连续射击十发子弹 位子 停下来 位子 就这样 最终时间59秒 肩膀 首先我们使用训练机枪 不是跟他讲设计料理 而是讲对场地的选择 脚要是钢的 枪量是钢的 硬能碰硬面鞋的话 它这个是产生的反射力量是更大的 所以我们也选择 一般选择那个土字 就是粘土 粘土就是最好 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形 沙土 还有这个泥和这个石头 还有那个在那个石板上打 我们就研究了一个多月 到最后我们还是选择 这个土 特别石的土 把机枪脚架放在土堆上射击 能减少枪身的反弹 比在沙土和水泥地面上的射击效果好 这样的方法是战士们在大量的训练中总结摸索出来的 虽然在土堆上射击的效果好一点 但是用轻机枪打精度反弹就无神性容易的事 只要子弹能上把就算是成功 梁上级的成绩出来了 十发弹全重 十发弹全重 但是我发现两三级吧 他有个问题 他每一次有一发弹 他都是 比如说像那支训练 他每一次有发弹 他都要打到这个边上来 我刚刚他打完以后 我说你可能跑发弹 然后他就自己知道 到后面经过第一次 经过第二次 第三次以后 他可能把他最后的力量加大了 平常训练在好 如果说在真正之间任务 或者比赛的情况下面 他们做不好的话 说明他们还欠缺 还学训练 看得出来 杭宇对梁上级这一轮的成绩并不满意 其实在一代中 轻机枪属于压制性鼓励 目的是封锁住一个区域 而精准打击目标 是由狙击手来完成的 接下来 资深老兵李海龙 进行轻机枪宿射 这段时间114米28 进吧 是 1 2 3 4 5 6 7 8 9 4 跑了一把 跑了一把 1 2 3 4 5 6 7 8 9 一般情况下 我们那个机枪把机枪点上 一般人是点两发 如果是让他一支线点十发弹 十发弹 连点的话 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如果是让他们连续点三个把 以后那个是三支起零 那个动作的互换 这样打的话 那困难很大的 其实 对于轻机枪的训练 唐宇他们 还有一个小小的绝招 去年我们打了 即将有两个月的这个轻机枪 就是那个 都琢磨 琢磨出一个银麻花式 梁尚琪所说的银麻花 是什么动作呢 射手握姿就位后 枪托 顶住右肩锅 左手用力 银住轻身 这个动作 就是唐宇他们 总结出来的 轻机枪射击技巧 战胜成为银麻花 你看我们去年两个月时间 就打回了两支轻机枪 怎么坏的 它不是枪管坏的 而是那个甲就断了 它断的话 它不是断两边 它是断左边 就是我们这个力量 它抿的是 往这边走的 好多的机枪脚接着弯的 轻机枪在激发过程中 枪身不停跳动 严重影响子弹的精度 而采用这种银麻花的方式 就将枪身的跳动减轻了不少 起到了稳定枪身的作用 但是 如果力道掌握不好 仍然会出现实物 但严麻花是它那个有个缺点 就是那个两个手用的力量不一致 有可能前面这个左手用攻击多大 它就会打那个大量的偏低 这种方法挺实用的 因为这个命中率非常高 比如说打击敌人的火力点的时候 可能这个一个场点是敌人的火力点都会被摧毁的 强大的火力压制作用 决定了机枪在战斗中的第一倍 这好机枪射击是战士们必须做到的 看似简单的宁麻花动作 可不是那么容易练的 要做好这个动作 并掌握下到好处的力道 需要一定的臂力和技巧 今天 唐宇找到两块砖 做了一个特别的训练道具 小杨琪 这个千斤半玩过吧 来 试一下 看你能来几次 胳膊伸直 对 动作已经变弦了吧 还行吗 还行 来 让我感受些你的力量 要让我收拾自己的力量 伸直 自己的力量 我感受不到你的力量 这个东西就是 咱们特种病用来训练臂力的一个道具 两块砖头 可能有个十多斤重吧 然后他们用这个 这样 先举起来 然后往上卷 手臂要伸直 这样卷来练习小臂的臂力 你们这种方法真的能有作用吗 对于练习这个力量 像这个千斤半 它不是自私的 这是我们战士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力量 自己做的 在设计中 就是它进行点射和连发射的时候 它那个枪一直在抖动 就是往往前 就是往往左手去 压住 对 稳住它 对 那左手的力量 这个力量就靠你们平常这种练习吗 这只是其中的 普通练习一种方法 唐宇让战士们先练习手臂的力量 然后再开始练习银娃花式的锯枪姿势 这样的练习能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为什么 为什么在他们那个两万千年半以后 再进行锯枪呢 我这是 就是考虑到让他们什么 增加他们那个小臂的力量 增加他们那个小臂的耐力 持久力 如果是长时间在用锯枪的话 如果是你小臂没有持久耐力 没有稳定性 他肯定是见他们那种时间 据说95是5.8毫米搬用轻机枪 后座力极小威力却很大 记者在训练场也进行了一次体验 过倒 瞄准 轻机枪的射击方式与步枪没有区别 只是轻机枪多了一个脚架 并且有更多的子弹可以连续射击 这是枪机 射击之前要先拉一下 对上膛 就是 是吧 嗯 对 好 到位了吗 到位了 好 然后可以射击了 可以 天 这么大的声音 用95式搬用轻机枪进行射击体验 让记者幻想深刻 这款枪后座力极小 在唐宇的帮助下 记者几乎没有感受到枪声的反作用力 只是震耳遇龙的枪声让人感到极其正常 机枪 机枪 就威力也太大了 清机枪的训练结束了 可是好戏还在后面 现在 唐宇带领战士们准备进行全能神枪手的大比拼 两名精挑细选出来的战士 需要进行四种相续的全能挑战 先进 小心 天龙 到 今天我们进行多灯5G赛期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各种部队的枪王比赛进入最后阶段 梁尚喜比海龙将在全能设计项目的比赛中一决高下 谁能发得头筹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枪王之王》系列节目 全能神枪手 多种武器比赛是特种部队经常进行的训练项目 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分别使用手枪 步枪 轻击枪 狙击步枪进行攻击 四种武器各有特点 射击技巧也不尽相同 比武的气氛更加紧张 如果射手的基本功夫到位 很容易出现偏差 甚至有可能出现拖把的情况 成绩评定 G4-5G的这个环速 环速先能折 折记 这个环多 我会证 走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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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比赛中 用机枪打精度 实在是给战士们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其实精准度并不是衡量选手成绩的唯一标准 练习精准度 只是衡量我们一个射手 它的稳定性 它的基础很好 对于我们来说 军队射击它只是个基础 练习精准度仅仅是射击的基础 对于特种兵战士来说 更全面的战斗能力才是训练的目的 拆解枪支也是考虑战士的综合实力 选手必须先把拆解的枪装好 才能进行射击 接到指令 梁上席快速跑向射击地点 开始装枪 它的第一个科目是精击枪150米射击 手枪 手枪的射击是利兹25米 现在梁上席打扮了前三种武器的比赛 这是手枪 手枪的 手枪整体五发弹 然后是三十年九 四十八环 一二三四五 不想打得不错 不想打得不错 一二三四五 都在石魂 这小圈里边 而且它打的那个 大量点相当级重 这是150米的新机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在机枪的成绩里面怎么样 这个成绩是相当好的 梁上席曾经获得过北京军区多种武器射击比赛的第二名 这次在前三种武器的比试中 他打出了不错的成绩 接下来比赛的李海荣 想要超过梁上席的成绩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李海荣打 干啥 李海荣和那个梁上席 他们这两个射手 为什么把他们选择去打击枪和多种武器 因为他各种各种一强 他们都还行 可能是年轻型 可能比他还要强 要有位突出一点 李海荣的比赛 从步枪的跪姿射击开始 迅速装好95式步枪之后 李海荣开始射击 25米手枪射击 一分钟 在轻机枪150米射击的时候 李海龙打了点犹豫 现在李海龙的成绩就要揭晓了 首发都是四环 然后第二发弹都不太好 这是第一发弹 然后这是第三发弹 第二发弹 第四发弹 第五发弹 看到吗 你那时候首先这个时间是一方二十年三八 应该来说这个时间是很长的 你自己怎么打的 神枪手不仅要枪伐百八百重 还要具有良好的心态 无论面对什么情况 都能发挥出最高点赢 虽然李海龙手枪的射击成绩定乎理想 但这枪的射击成绩还不错 他刚刚他的成绩 他这个成绩比男生鞋还要好 这成绩 好多好多好多人听 好多好多人爬屁上一握手打 打不就直接过来 对 柜子设计是挺难的 但是我感觉那天打的时候 就是 反正发挥的挺好 感觉打的那种感觉也挺好 16年的老兵李海龙 前三种武器 没能打出超过良上席的成绩 这让李海龙有些失落 这次比赛的失利 让李海龙被感压力 在最后的狙击枪比赛中 他希望能重新找回最好的状态 现在 唐宇和选手们来到了训练场对面的山坡上 选好了射击地点 目标是前方300米外的一个凶环绑 狙击手要使用85式狙击步枪 打出五花子弹 梁尚席首先开始比赛 他迅速装好85式狙击步枪 进行握资准备 7公分左右 他那个表屎 应该是枪销得好 射手比较稳定 然后各方面的因素 他能够处理好 打了这个凶具 不得难受 应该是正常 对于梁尚席来说 在300米距离上 梁尚席用85式狙击步枪 打出了50环的成绩 在唐宇看来 环术已经不重要了 他更关注每一发子弹的分布情况 接下来 老兵李海龙 会开始他的设计 装好分解的85式狙击步枪 李海龙做好了设计装配 三百米狙击一枪 这成绩怎么样 这成绩是相当不错了 根据这个85枪 85枪顶多也就是打这个效果 单的点打这个效果 我们这个300米 我不是想看出那个黄素打得多高 我只想看出单的点多大 对于特种部队的战士们来说 每一个神枪手打十环可能很明确 但是在弹道点的分布上 还是可以看出差距 正是平常训练中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严格要求 才让战士们的综合能力快速地提高 四种武器的比拼全部结束 综合各科目成绩 梁尚喜战胜李海龙 获得了全能神枪手的称号 梁尚喜 这个当兵八年的年轻老兵 用自己多年来在部队刻苦的训练 换来了比赛结束后的轻松微笑 让我们记住他们 伸手矫健的老兵于涛 会将六种小数民族语言的大学生士官朱云福 沉着冷静的狙击的狙击手赵永恒 快速细致的手枪射手 求一兵 精力丰富的老兵李海龙 云以求精的全能营长唐宇 他们对枪王称号 有着各自独特的理解 枪王 因为枪王也是非常神圣 你们是枪手的最高的称号 我说枪王首先第一点 人家说是是枪如生命 去给过人的新的现象 自然认识他们是一个高尚的 调乱志 要达到最后力量 人家 年轻的和人的一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